在法令上寻求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双方一个满意的一个答案 那程序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告诉我们地方政府怎么样一个程序可以维持这个市集目前的一个情况 二集团市集要不要拆除林务局跟当地族人争议多时 为了找出解决方案 高雄市圆明会邀请相关单位跟当地族人 一起为二集团假日市集找出路 而林务局协调会上再次提出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族人代表坚持市集一定要留下 还有我们争论除密 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部分 那就是说我们碍于现在的法令规定 我们现在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还是要先处理 不是因为莫拉克的所有的一个条例不是结束 我们的生活个人就比较好 至于有这个市集 我们仅靠六日的一个生活空间来赚取一些生活费 看着我们的齐老老虽然讲一句话 要是今天你们那么计较这一块这个市集这么一小块的话 整个从二集团到宝山到藤芝 所有的汉地就是经过这条路 是不是要奉路 是不是林务局你们的官员是不是要做指示机上班 今天如果林务局的情放在我们宝山二集团的市集里面的话 这个问题就会解决了 因为这个情很重要 我们必须要互相沟通了 今天一下子你要把这个市集拿掉的话 是不是对一些住在里面的 是不是会感染他的生活生存的问题 柬东民立委办公室提议 林务局如果同意废子拨用这块土地 假日市集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而族人也认同这项做法 如果今天林务局 他可以针对我们宝山所需要的市集的部分 做成废子拨用 他叫废子拨用 我林务局我不要这块土地了 我还给国有财产局 国有财产局在跟原民会做个讨论 把土地变成原民会之后 相公所就可以处理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原保地的 如果是这个方式的话 我不晓得林务局同不同意 谢谢你们这样关心 因为真的在要跑这个法力 法力的问题 我不晓得要跑多久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居民为了要生存 那我们可不可以建勤林务局 放出释放你们的那个 这个双手 助我们一辈之力 哪怕是助我们一辈之力 让我们的市集先留下 不要给他不要给他去搬钱 高雄市原民会当地议员和林务局六规工作站 三方讨论之后 处理方向是3月1号之后将市集现场进空 然后有原民会向屏东领馆处承租 不过族人听到进空马上反弹 甚至要求白纸黑字 所以如果大家做移动 3月2号 3月1号以后 移到那边把它清掉 我们去拍照 这样可以接受吗 包括进空 包括承租 两个礼拜就办完了 两个礼拜以后要做生意 往前面一点 暂时 我们来了 所以今天要写白纸黑字 写清楚说两个礼拜以后 我们先清空完 清空完两个礼拜以后没有 承租结束我们就盖到上面 没问题 没问题嘛 今天重点我要讲的就是 李务局 李主任你敢讲说 两个礼拜可以出这个事情吗 所以我刚刚有说 一定要有上级的公文 同意我们再做处理 要不然 我敢讲 李主任你不敢扛这个责任 族人对于决议仍然存有疑虑 但经过高雄市圆明会 主委承诺 将拜会屏东领馆处 确保陈珠事项 尽早完成说法之后 族人们才同意结束协调会 记者保安高雄桃园采访报导